接著做練習 第一個 誰會有二氧化碳 就是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碳酸鹽加C酸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答案選人就是豬 水氧就是豬 硫酸加碳酸鈉 碳酸鹽加C酸 銅加濃硫酸 銅硝酸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醋酸跟氫氧化鈉 這個叫做酸鹼中和 產生的是醋酸鈉跟水 鈉跟水就產生的是氫氣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豬 要你背的碳酸鹽加C酸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鹽加C酸產生二氧化碳 OK嗎 可以嗎 好 來 來 這個叫做一 要讓藍色變紅 表示酸性 第二個 曾經水水變混濁 這句話就知道是什麼玩意兒 二氧化碳 所以如果你這些玩意兒誰燒出來會有二氧化碳 就是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來 大帥哥叫二六 二六 二六 睡著到二十六起來 睡著還煎流口水 五 四 三 二 一 請坐 有人是不可以相信的 四 四 四 三 流燒出來是二氧化硫 是酸性沒有錯 可是它不會使食物水變混濁啊 酒精是有機物啊 燒出來有二氧化碳 融入水碳酸酸性 二氧化碳會讓神經水水變混濁啊 來 請問你 碳酸氫鈉跟醋酸 碳酸鹽加酸嘛 那就問你二氧化碳 這個等於在問二氧化碳的性質 你應該知道碳酸氫鈉加醋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這等於是在問二氧化碳的性質 民車站接問 女生 三 B 請坐 三星的分態是無色的 所以B是錯的 然後呢 二氧化碳可以用神經水水檢驗對 二氧化碳可以滅火對 二氧化碳放在汽水裡對 所以答案是B是錯的 答案應該是無色 這也是二氧化碳性質的敘述 在誰是錯的 無色無味無鏽 病毒比空氣大 水A對 然後充物成績會水白色混濁 C對 二氧化碳略溶於水 排水機器把收集豬對 水錯誤的答案就是這個 溶於水是碳酸是酸性 酸性會適合變紅色 所以B錯 答案就選B OK嗎 OK 來 請一樣 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帥哥是誰啊 最後一位大帥哥這個人有嗎 二九有這個嗎 二九有二九嗎 二九有嗎 沒有二九嗎 沒有二九嗎 沒有二九 這邊還有一個帥哥嗎 還有兩位 二一 豬 二十一 豬 豬 二雙化碳 通路成績會水是白色混濁 不是黃色混濁 不是黃色混濁 不是黃色沉澱 是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其他的訊息都是 對的 兩句都是對的 OK 最後 那個白色混濁 是甚麼東西要你背過的 二雙化碳 成績會水白色混濁 二號 2 C C C 這是要你背的事情 通路成績會水 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成績碳酸 OK 以上很簡單 還是那句話 請你把該背的事情背起來 就沒有問題了 OK